新月幸福乐 与世宇宙万有下唯一的唯一 也只有你才被赋予追求人生课题的能力 你劝缺的只是练习 欢迎你来到新月幸福乐来练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告别娑婆的方外篇》 什么叫方外篇就是比较特别传奇 大家可能想要了解的一些故事 这是什么样的一本书呢? 《告别娑婆外传 耶稣与佛陀的六世情愿》 今天也很开心的邀请到新雅大哥来跟我们分享这本书 新雅大哥是博士研究于水利工程防灾的 也是台湾大学台风洪水研究中心等 29年的研究现在已经退休了 然后呢现在目前是第一批赛斯的学院 参与赛斯跟新时代已经研究十几年 然后200年的时候开始就接触奇迹 然后呢2012年卸下了职务 全新就投入这个奇迹圈 然后每周参加四次的实体的读书会 然后奇迹的学员都叫他新雅大哥 然后就是在我们的线上跟听众先打个招呼吧 郁星好 新月幸福月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新雅 是 对啊 那个 哦 这么已经这么长时间的那个 在这个奇迹课程里面 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哦 谢谢 我觉得我学习奇迹课程以来 最大的收获就是 生活越来越快乐 心灵越来越平安 是 好 那我们就开始来介绍这本书 那个 《告别说博的外传》 那个就是标题来讲 就如何从人生的大梦醒来 所谓的人生大梦是什么 然后醒来又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这个其实是每个人切身相关的问题 很多人都听过人生像一场梦 其实人生不是说像一场梦 这样的一个超然的意境的一个诗歌啊 想象 人生确实是一场梦 哦 因为我们的生命并不是一具会生老病死的身体 我们的生命真正的生命是那个灵性 灵性是不会死亡的 所以很多人都有一些了解像轮回这样的观念 就是说我们身体如果非生死亡呢 其实我们真正的生命并没有死 那我们的灵性或者说灵魂 它会在适当的时候 适当的情境又进入另外一个身体 再过一生 这样子一生一生的过这样的一个轮回 如果以心灵的角度来讲 就像一场梦一场梦一场梦 虽然我们现在感觉很真实 但是对心灵来说 确实是一场又一场的梦 那关于梦醒来是怎么样呢 真的我们可以不再轮回了 从这个人生大梦醒来了 那就是我们一般了解的佛的状态 或者是奇迹课程讲的基督这个状态 诸汉佛其实是同样一回事 都是轻至了物生命的一个整体 这样的一个人 那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 就是心灵非常自在 永远不会再尝到死亡的滞味 只会有无穷无尽的快乐 可能大家会觉得无穷无尽的快乐 永恒的生命到底是什么呀 会不会很无聊很单调 只有快乐是什么样的情境 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比喻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在这种状态 你看到一朵花是很美的 而且是永恒的美 但是这个永恒的美是什么 是你每看它一眼 它的美都不一样 再看一眼它的美又是另外一个样 但是永远是美 那个永恒的幸福 永恒的快乐也是一样 每一刻它体验到的幸福的感受 快乐的感受都不一样 所以它是无穷无尽 而且是永恒的 所以刚刚欣雅大哥在讲 就是说 如果体验到的 其实它是有层次上的 不是说我们逻辑上的认为说 就会很无聊吗 什么事也没有情绪 然后什么事情 然后生活好像也不知所措 其实是不是这样 对对对 它绝对不是单调无聊的状态 是一种非常快乐 而且那个快乐 是无穷无尽 让你趣味无穷 体验不完的 那这个我们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 再多多谈一下 因为其实大家都觉得说 对啊那我当然不喜欢追生梦死啊 对不对 我们就在这个梦里面一直一直玩 一直玩 大家也是一直想要追寻的这一个道徒 就是会不会就是我们逼人那一刻 以后才完了 原来你追寻的这一些修行啊 干嘛其实也都是一场空这样子 对 就是因为对心灵来说 这一些一生一生 不管你这个追寻的是 是个人的成就 或者是想要去改善社会 是 或者是 改善世界 是 这些所有的努力 最后 因为它是一个梦 它是一个幻象 梦醒来了以后 是 什么都不在 所以甚至于连 整个的物质的宇宙 时空的世界 全部都会消失 是 所以里面所有的努力 就徒劳无功 是 嗯 那 那 就是我这边有跟 就是 问一下听众 或是读者会想要问的问题 就是说 那 比如说 我们在修当然是 比如说修好关系 对不对 既然是这样 我可以不要理会这样的关系 我就好好的 独自自己的生活 我就不用跟这些社群或是人群去搞一些有的没有的 这样会圆满吗 好 刚刚好相反 是 你要想从这个人生的梦醒来 是 你不能够因为讨厌这个梦 或觉得这个梦 这个很多不舒服 痛苦 恐惧 讨厌它 甚至于讨厌梦里面那些人 那些情境 你越是讨厌 越是害怕 越是想和他们 这个分开 不想和他们互动 你越是 在这样的梦里面继续醒不过来 是 所以你要从梦里面醒过来 反而是 你要知道它是梦 但是 你要放下 对所有人的 平派 是 攻击 去好好爱他们的真相 是 他们的真相和 你的真相是 一样的是灵性 是那个不会死亡的 那个灵性 你用这样的角度去过生活 把面对这个所有的事情 通通以最平安的心境处理好 心灵会越来越平安 越来越快乐 只有在平安快乐的情况下 我们才能从梦里面醒来 是 嗯哼 那如果 不小心被 就是被人加害 我是受害者的话 那 那 我要怎么处理这样的一个平安的事呢 我是 离开这样的一个环境 还是说 说 我继续在这边修 修为我的心灵呢 嗯 这是最困难的事了 因为 我们 这个 处在一种这样的情境啊 那个体会 经验 各种感受都告诉我们 这个是一个不好的情境 面对不好的人 那 到底要怎么样呢 其实没有一定的做法 是 但是只有一个原则 就是 如果 在这样的情境下 你还能够让心灵平安 然后在平安的状态下 你内在会有一个智慧 那个智慧 会告诉你 该怎么做 可能继续下来 留下来 继续 嗯 面对这样的情境去学习 化解 那 也可能是 离开这样的一个环境 找一个比较 呃 冲突小 让你能够 呃 比较平安的一个状态 所以 他没有一定 但是 最重要就是 你要做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时候 要让你的心静下来 在平安的状态 去听那个内在的指引 是 嗯哼 好 那那个 就是 《告别说法》已经出到 第四本了嘛 对 对 那那个 就是 就是 最后这个版本 其实 其实会不会是 这个 葛瑞的 一种版本这样子 好啊 这一本 第四本 啊 直接 或者是 那些作用的道理 通通通讲得很清楚 所以 如果有这个机缘 对 能够看得下 能够去再真正的去学习奇迹课程 那会让我们终身受益 是 很精彩的 啊 所以我们 可以 但是 那是 语道的阶梯又是什么 它是 代表一种 程式吗 还是说它是幻象的 的 的一个梯子 啊 对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 就是 呃 不管是提提课程 或者是佛法 它都告诉我们一个 观念 就是生命中的真相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 本来的 状态 就是佛 就是基督 甚至于 就是 上帝 是 我们和这个佛 基督上帝是 没有分别的 是一体的 就是我们的本来状态 但是我们的心灵啊 呃 出现了一个 很奇怪的想法 是 在佛法里面讲 叫一念无明 是 在奇迹课程讲 是受到特殊性的诱惑 其实是同一回事 是 那在这个一念无明的状况下 我们的心灵就顺着一念无明的想像 进入了一个梦境 这个梦境 就是越陷越深 就是 到我们现在大家自己觉得自己生活的状态 就是这个梦境 嗯 那这个梦境 好像是我们有一个身体 在我们外面有一个世界 所以我们就是处在一个叫二元观的状态 二元就是一二的二 是 二元就是有那种对立的味道 就是基本上它是有一个我和我之外的一切 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二元对立 所以这样的状态叫做二元观的一个状态 可是我们原来的本来的状态 在还没有入梦的时候 那种状态是我们就是佛 就是基督就是上帝 这样的一个状态 它是全然一体的 因为灵性生命是不可能分割的 它是一体的 所以没有对立面 所以这样的状态叫做纯粹 非二元观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本来状态叫做纯粹非二元观的状态 那我们进入梦以后 就越陷越深 越陷越深到现在已经处在一种叫二元观的状态 这个是对我们的心灵来说是这样的 那悟道的阶梯就是要从我们现在这个二元观的状态去化解 我们越陷越深的过程中 这个形成的不同的观点 回到我们最早的 本来的纯粹非二元观 所以这个二元观到纯粹非二元观中间 在告别说佛这个系列里面 它是把它分成四个阶段 就是二元观 半二元观 非二元观 和纯粹非二元观 所以悟道的阶梯 就是我们了解 灵性 心灵的本质 属性 和我们现在为什么处在这样的一个二元观的梦境 之后 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些理解 然后去学习 怎么样不再评判 怎么样去爱人 它就会把我们心灵 它的认知状态 从二元观 转化到 淡二元观 再提升到 非二元观 最后再 契入到 本来的 纯粹非二元观 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 叫做 悟道的阶梯 听起来好像有点像 好像先学习看山是山 然后后来看到的不是山 然后后来又看到 可能它可能是一个石头 或是一个 又是山 对 没有错 那就是除了参加 比如说 就是奇迹课程的 比如说他们的读书会之外 到底还有什么其他方式 可以具体的 可以 我们讲 可以证悟到 那个欣雅大哥讲的 这一些东西呢 或是这本书 《告别说法》里面 谈的内涵呢 其实 《取迹课程》 它的整个的一个内容 它是 基本上 是可以帮助我们 叫做个人实修就可以了 是 你不一定非要去参加读书会 是 或者是什么团体 那 但是初学者 对 可能对于整个观念的了解 不是一下那么容易 就能够整个建议 或者是 体会中间的一些内涵 精髓 所以很难把它应用出来 所以在初期的时候 参加读书会 对 大家互相讨论 互相支持 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 但是如果慢慢 有一个很深的体会 你参加读书会 或不参加读书会 并没有那个绝对的必要 嗯 那奇迹课程是这样的一个学习方式 那至于佛法 那有很多的道场 是 也可以学习 那佛法的学习啊 在一般的道场 它是有次第的 是 你要学到像奇迹课程 这样深的内涵 在一般的道场 可能你要待了好多年 嗯 慢慢大家已经超越那些疑事 疑鬼 会谈到这些核心的内容 是 那个都是相通的 嗯哼嗯哼 好 那最后有没有跟听众朋友 或是那个读者可能 想要什么样的话呢 啊 是这样的 其实 不管我们学奇迹课程 学佛法哈 嗯 我们 本目标是什么呢 其实都是想要得到 幸福 是 可是 在我们这个 还有一句身体 人生梦境 或者是时空事件里面哈 是真的找不到那种 真正的幸福 真正的快乐 我们大家可以体会一下 我们现在找到的幸福快乐 努力去得到的幸福快乐 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 相对的 透过对比和感受到的 而且是很短暂的 比方说 我现在过得比以前好 我就觉得 比较幸福 比较快乐 是 我现在过得比别人 那些还很辛苦的人 过得好 我就会觉得我比较幸福 比较快乐 但是这一种幸福快乐 它和那个真正的幸福快乐 和那种永恒的幸福快乐 是根本无法比的 是 所以其实我们 在人生的学习 或者是追求 就是要幸福快乐 那有没有一种方法 可以让我们现实人生 越来越幸福 越来越快乐 然后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又可以得到最后的永恒的幸福 永恒的快乐 自由的 其实奇异课程和佛法都教我们 走这条路 嗯 不是说那种 你要很超然 为了要追求开悟 悟道 要觉醒 你这个现实生活都不管了 那一定是理解错误 一定是学错了 如果理解的正确 学的对 因为我们可以与熊掌兼得 嗯 定时生活就会越过越好 是 然后最后 我们会在平安 充满爱的 充满喜悦的状况下 从梦中醒来 是 谢谢欣雅大哥 跟我们分享 那个 这本《告别说婆》的外传 耶稣与佛陀的六四情言 谢谢欣雅大哥 好 谢谢雨昕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谢谢大家